安检人员仔细清点手上这一叠口罩 为了确保国内口罩充足 政府寄出出口禁令 不过许多民众仍试图闯关钻漏洞 一包又一包的口罩堆到快要没有地方走 海关人员上个月三十号执行出口邮件检查 查获一百二十三件将寄到海外的口罩 尽管一再宣导 隔天却又查获两百五十六件总计将近五万四千片口罩 依法前述由海关摸入并移送疾病管制署 作为国内防疫所需 两岸口罩之乱也让谣言四起 有人说只要表明自己是台商 要在中国居住三个月以上 就能带着十盒总共五百片口罩出境 海关澄清绝非事实 出境旅客没有任何身份差别 最多就是两百五十片 就算照规定带了两百五十片 但有网友姐姐的老板带了五盒口罩入境上海 被中国海关没收四盒 还有人带了四盒入境 海关同样只放行一盒 PTT上更有网友在上海浦东机场入关时 被收到只剩二十片口罩 遇苦五类 不过这些消息都没有经过证实 网友自我安慰除了好好守规矩 似乎还得碰运气 三线张玉杰郭颖桃园报道